中文字幕——Y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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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确定周深以后才写得这么难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不得不感叹 知道周深厉害 但没想到如此强悍如斯 几乎不遵循主流成型规律的旋律 突破某些词的声调应有的落点 这意味着没有经验甚至没有规律 变化细腻落差巨大 同时还要记住粤语和普通话 歌词难度可想而知 后面采访周深自己也透露 真的很难唱 谈顿老师说周深的排练时间最少 但是是最完整的 一来排练 没有一个音是错的 没有一个节奏是错的 直言这一点证明我觉得他用功 他一用功 这个指挥就非常棒 更更没想到的是 在政府主办这场音乐会上 周深竟然能返场 时隔三年再度和谈顿老师合作月光爱人 真是太惊喜了 最后和谈顿老师的拥抱 很多谜子泪目了吧 听音乐全力 现在以后也许我可以更多的合作 我也希望他能够多来向南 跟香港的乐 分享他非常流行的艺术音乐 而且他非常艺术 我会再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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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开放一个 有两个问题的 请问时间 你会再讲两三个 我会努力的 我也非常疼心 就是谈顿老师 然后我来 做一个非常新的 一个表达方式 我觉得我自己 心的 好 我们一起讲 谈顿老师 努力 像谈顿老师的方向 努力 对对对 大家为什么唱 《月光爱人》 我们毕竟弄了 哇 我觉得来到香港 然后又有一个词的 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能不能够唱 其实我觉得 都有 我问我一些 其实来自前 周深一也说 哎呀 我们也有个特殊 我们一张 很大 但是有我们的 录音的感觉 也有很多 所以 他说其实 也大家都行 蛮多会 我念过 我是觉得 当时录音的时候 录音也是 非常不自疲倦 也唱客户的一位 艺术家 所以 他实际上 也是中国的艺术家 包括 所以周深一来的时候 就一直在 说 咱们救援 这是什么 第一段用粤语 第二段用 就合作文化 想请你 谈一下谈上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谈生老师 就是为什么选择 用礼拜一步来 参业 谢谢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谈生老师 真的 写的这个好难 之后 因为开始 很想要保留一种 就是各种 的那种 光点啊 会有很多的 国外 有在一起的感觉 那个河流 还有河水 我也很幸运 自己能够成为 嘉宁比雪姨 进入这个文章中 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 女子们的 中间转成 不就换了 另外一种 不论是口吻 还是表达放弃 我觉得 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 很舒服的 一个 谈顿大师说 这是周深主动 给女子们 准备的礼物 也是送给观众 送给大湾区 纪念Coco的礼物 这位青年艺术家 又努力 又谦虚 又低调 太优秀了 对于周深 谈顿大师称之为 非常用功的艺术家 非常有国际发展的 艺术家 期待国民歌手周深 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此外 今晚还有音乐园计划 21点整开始 不过音乐园计划 今天周深没有唱歌舞台 周深昨天在香港 今天在长沙 明天又要飞 香格里拉 录制跑南 这是一天的休息时间 都不给自己留啊 舞台一开始的引入是 应该说是叫 《地水南音》这样的唱法 它是由 失明的艺术家去唱 所以当我在唱这份歌 歌词的时候我也就特别的触动 就觉得虽然他们看不见 外面在发生什么 或者看不见外面的世界 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其实在外面 所有的声音啊 文化的声音啊 或者是对于他们感受到的 爱啊温暖啊 所有的变化声音 他们一直都听得清楚 甚至是比我们要听清楚的更多倍 所以自己在唱这个歌词当中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吧 它叫声音的河流 它其实更是人类声音的河流 人类的声音 其实也是我们的文明 所以它包含了很多很多意义上的东西 它不能用一个唱法 或者是音乐风格 所以唱起来会觉得 有点像唱乐剧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样 也是我接触了一个 非常新的一个音乐体验 这个挑战怎么克服的 你说这么大的困难吗 感觉回到了音乐学院 对感觉就回到了音乐学院 就美 因为它的节奏非常非常的灵活 所以谭顿老师真的 我搜索了很多词 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夸赞它 因为实在是艺术造诣太高了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音乐节奏 都会比较要 比较板正一点点 或者是节奏型会比较单调一点 但是在这首歌 或者是在声音河流 这个演出当中 它所有的律动 都是像河流一样的流淌 其实你也有很多 跟广东啊 跟湾区有关的歌曲 像湾啊 包括去年为南沙演唱的 这个童心园 童心园 对 包括东北里的中国 也是跟他们粤感熬夜的关系 是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演唱这些 蕴含时代发展 还有我们这种 家国情怀的歌曲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当然是非常荣幸 因为自己其实也是在 这个时代当中成长的 而且我一直觉得 我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 就是我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 慢慢才能够去 感梦 感想 感作 在这个时代当中 成长的过程当中 还能有幸参与这样的歌曲 去表达自己感受的东西 是非常荣幸的 也像我们的声音合流一样 其实我们唱的东西 就一直是在表达 我们身边感受到的文明啊 感受到的文化啊 感受到的一切一切 它不仅仅是歌曲 它包含了很多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在唱的时候 我也感觉特别的投入 而且就是 都已经不用共情这个字 因为实在是一唱 就唱的是自己感受到的生活 所以很荣幸 很多网友会称呼你为国家队歌手 不敢当 不敢当 幸运歌手 幸运的 应该是刚刚从深圳结束活动 来到香港是不是 太方便了 因为选择很多 你完全可以坐高铁啊 或者是开车来的 我们这次是开车来的 你会觉得好方便啊 特别特别 感谢观看